101這一題 它其實主要是留裡面的那個什麼中文的部分 剛好中文字剛好在開頭 所以還好它不是在中間 如果在中間就麻煩了 中間的話又是另外一個規則 OK,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剛剛講第一個問題說 因為我們可以用一個原理原則 就是因為剛好中文跟英文數字有沒有 它之間的byte數不同 也就是說中文是兩個byte 英文跟數字是一個byte 所以我們可以用lenb 減掉len 相差就是幾個中文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陷阱 什麼陷阱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的英文字 數字好像沒有 英文字有沒有 它有一些是全形的 也就是說全形 各位講 全形字也是兩個byte 所以喔 如果你直接 算他byte數的話 那會有問題 比如說像這個 應該這個 如果 理論應該是SS是6個 7、8、9、10個 10個字 這個是 這個是 假設啦 應該是10個byte 再加上6個byte 應該16個 可是如果我現在用lenb 來算的話 lenb的話 算byte喔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如果給他的話 他這邊變22 不對啊 應該46個 怎麼會是 主要原因在哪裡 你會發現 SS 這個時候 他字特別大 有沒有 如果你看那個字特別大 那就是全形字 所以我們會需要 第一件事情 先把這些字 怎麼樣 從 全形 轉半形 那你想說全形轉半形 有這個東西嗎 喔 其實 剛剛 如果你有特別注意的話 在文字類的函數裡面 哪一個就是 AS11有沒有看到 請你閱讀一下上面的字 將 全形 字元 轉換為半形字元 關虎不要管他 反正就是 OK 那不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如果我們第一件事喔 就是 先用ASC 然後給他 請各位看一下 差異在哪裡 全形 轉半形 那你會發現 全形轉半形會受到影響的 只有 這個 全形的英文跟數字 那 中文字 還是保持原來的狀態 也就是 ASC 不會影響中文字 不會說 變一下 中文字 就會變成 一個byte 沒有啦 反正他還是維持喔 OK 所以你會發現 只有ASC 這個受到影響 慢慢確定 好 第一步喔 他就會 把他變成半形 那第二步做什麼呢 把這個公式 減下來好了 我喜歡減下來 然後再 用什麼呢 再用LENB 去算一下 LENB 然後把剛剛的字 貼上就好了 你會辦16個 有沒有 剛剛我算的啦 因為他把ASC 轉成半形 算 就剛好是16個 按確定 但問題喔 我們知道這些要幹嘛呢 其實主要是16個byte 那如果我把他 16個byte 減掉 他裡面幾個字的話 那 相差的就是 幾個中文字喔 所以我可以 把LENB 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然後 減掉 再貼一次 然後把LENB 改成LEN就好了 LEN 有沒有 是算裡面幾個字 所以喔 裡面應該 LENB是16個 那LEN的話是幾個 絲料庫喔 他就算三個字 但是是6個byte 那 SS2003還是一樣 幾個字跟幾個byte 是一樣的 不會影響 所以喔 你會發現會影響的 中文 會多三個 所以打勾應該是吧 三個 那我們只需要 再利用這三個把他減下 規則不包含等號 再利用LAT 算什麼呢 前面的 三個字 把 TEST 這個TEST是這個字 然後LENBCHAS 是剛剛這個公式 三個 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他就會把 所有開頭 是中文的字 通通搬到這邊來 那最後一個因為沒有中文字 所以 不會 受到影響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總共用了 四個函數 ASC 把 全形先轉成半形 LENB 算裡面幾個byte 這邊是16個byte LEN是算幾個字 所以減下 應該是減13個字 所以得到三個字 就是這三個字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101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那當然主要也是 從這個範例 順便練習一下 那個 這個 文字 函數裡面 的這個 這個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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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